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为什么觉得幸福 我是一个真的经过过酸甜苦辣的人 特别是也经过很多危险的过程 爱过饿的人吃红烧肉 跟没爱过饿的人吃红烧肉 那个感觉会不一样 我爱过饿是什么饿呢 就是在以前 我就正好恰在40岁 再大个几年我就真的没那个劲了 今天你们都觉得 哎呦 40岁老头到时候还敢创业 那时候我没觉得我是老头 我一点没觉得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恰逢其事 这个大形势我不能不感谢 我觉得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 我能够自己能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事 我有多大的能耐 我做多大的事 我现在得到了什么呢 这个做了这么多年 第一我得到了财务自由 这个财务自由是个很有意思的事 这个 这是一种感觉 我其实有把握 能让自己得到更多的财富 比如说排在什么 这个多少多少墙之内 如果我在中间调整一下自己做法的话 是能做到的 但是我确实是想清楚了 我没那么做 我用这个呢 换取了这个精神领域的享受 换取了同事的积极性和尊重 我换取了更大的事业 我觉得这对我挺值得 另外呢 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这标准是什么呢 这个家中的每一个成员 我觉得他们都这么认为 这话也很难说 这儿子女儿也许在我的专制之下 他们觉得说您不专制 那也许是假的 我弄不清楚 但是呢 我感觉好像不是 家里边呢 都能够很高兴的说很多事 第三个呢 我有若干真正的朋友 有很多不错的朋友 人有朋友 其实不能推 太多的就不是朋友 那就是熟人 熟人跟朋友得分开 交一些真正的朋友 还有几个不错的朋友 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享受 最后我想说呢 我这个坚决不写传记 也不想写书 其实呢 我就是这个历史上一个过客 就是今天这点经验 包括了什么其他一些管理的一些东西 拿嘴说说还行 写书确实是不行 一个呢 就是这个历史大潮 就是一浪一浪的翻 这个企业呢 这个做得好的时候 可能还可以说说 这过完了以后 当你又不在这个中心点 你还在那说的 那就是个笑 但是呢 我觉得我自己会写一些小故事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文笔还不错 这个写的小故事干嘛呢 给我的后代看 让他们知道他的祖宗做过 当时一位很不简单的事 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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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